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台北荣总放射宣布部主任郭万佑 也是国立阳明大学医学院教授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过去几年跟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的合作经验 接下去我就用短短的2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合作的心得跟一些成果 那我把这个跟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的合作 分成三个阶段来报告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 那我们得到科技部的医学影像巨量资料 应用服务专案的补助 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案下面做了一些 人工智慧医学影像的一些研究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去申请这个研究计划的一个 团队的结构的大纲 那可以看到我们是结合人工智慧医学影像 然后前方位的疾病诊断跟诊疗策略的研究 那在这个研究计划下面呢 那总共我们做了三年的研究 那我们组成了临床的影像医学团队 跟基础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开发 以及法治伦理方面的一些研究 在临床上我们有骨骼肌肉系统 我们有心脏及腹部的系统 我们有脑部及头颈部的系统 我们有眼科疾病的系统 这四个临床团队基本上都是台北荣总临床的 科部所组成的团队 那在人工智慧演算法开发方面 我们有交通大学卢工新教务长跟何欣颜教授 领导的团队来配合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开发 然后在各支隐私局伦理方面 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王大伟博士 跟邱文聪博士来帮忙 然后在资料平台的嫁接上面 我们有国立安民大学的朱慧琴教授 还有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许建越教授 共同来帮忙 当然这当中我们也跟台湾的IT的产业界 有一些密切的合作 其中包括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HTC 广达等等 这是我们研究团队的架构 这一段时间来 当然在科技部的支持跟辅导之下 我们这三个团队包括台北荣总 还有台大以及北一 分别受到三年的经费的补助 为了聚焦研究的方向跟内容 科技部就是分派台北荣总 主要是针对脑部的影像人工智慧的开发 然后台大就着重在心脏冠状动脉的电脑断层的影像 人工智慧的模型的研发 然后北一是着重在肺部电脑断层 所以脑心慧的聚焦是科技部等于是希望能够集中资源 能够做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深入有效的开发 所以经过这两年多来 事实上三个团队都累积的相当丰富的影像资料 我们这些资料也是经由国家高速电脑及计算中心的帮忙 分别在资料整理标注之后 都上传到国网中心的高速电脑的平台上面 这些资料未来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接受 全国的人工智慧的影像的研究团队 可以经过申请审核之后 可以再以不落地的方式 直接到国家高速电脑中心上面去使用这些 我们经过整理标注的影像资料 去做人工智慧的影像方法的开发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有效 而且能够集中使用我们国家资源的一个方式 来开发医学影像人工智慧模型 大概这样子的申请跟使用 在今年的春天开始已经慢慢地进行 我们预计在一两年内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看到这个资料集放在国网中心 以及各个人工智慧的团队申请使用 所开发研究出来的成果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跟国网中心合作的 在科技部的专案指导之下 那几个团队所做出来的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成果 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到2020年2月到10月之间 我们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去做一个所谓可行性的评估 我们去评估看看在台湾 我们如果用国网中心的平台 去做我们对影像联邦学习的可行性评估 那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瑞典来的研究生 叫Lucas Nistrom 他远渡从洋来台湾跟我们工作的半年 那半年之间他做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那我们来看看 右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学生Lucas Nistrom 来自瑞典葛德堡的科技大学 那他在做完这个论文研究之后 写完论文做完答辩之后 那为了圆他对台湾的科技岛的梦 那我们在国家高速电脑中心 长官的安排我们到国网中心去参观 他梦寐以求的当时全世界排名第20的高速电脑中心 台湾山二号 那他在这五个月时间 经由我们的经费的赞助他做了一些事情 他收集了他利用了我们收集的三千多个脑瘤的个案 那再加上由开源的收集得到的一些全世界各地 Open Source的Brain Tumors 那所以81%的Cases 的个案来自于荣种其他的19%的个案 来自于开源的脑瘤的资料集 那总共3686个个案 他把它建构在国网中心的虚拟的环境里面 那他利用了一个这个虚拟的环境 建构了五个虚拟的所谓Edge Hospital 或是Edge Institute 那每一个Edge 他在利用国网中心的设备 建构了一个CPU四个GPU 然后90个GIGA的储存空间 那把我们的这些三千多个个案 分布在这五个虚拟的环境里面 那试着去模拟资料 不离开这个Edge Hospital 但是经由人工智慧模型的一些参数的分享集中 然后能够去再提升再精进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初做出来的 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五个虚拟的医院 彼此都不互相交流 那他所做出来的DICE 可信度大概只有59% 那如果经过分享这些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一些参数呢 那事实上可以从59% 提升到77% 那当然为了要研究的进行 他还试着把这三千多个个案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后利用国防中心的Computer Power 去做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开发 那功能当然是比较高 可以到达87% 所以从这个里面 那他也试着去跟我们这个 用人工的方式 标注的这个 准确度去做比较 那人工的方式 它的准确度大概是74%到85%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只是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的 抹泥的测试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去得到一个 77%的联邦学习 用来做脑瘤诊断的一个准确度 所以我们也是相当的感谢国防中心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在上面 能够去证明联邦学习在 人工智慧脑瘤的诊断上面 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当然 那个我们学生回瑞典之后 那我们陆陆续续也都有保持一些联系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再 把他礼聘回来 再一起做研究工作 那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 11月6号到8号 在台北会召开一个亚洲加码刀的 学会的国际会议 那我们也请他把在国网中心 所做的联邦学习的可行性评估的研究成果 等于是一部分他的论文的材料 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面代表台湾 也代表瑞典呈现这个研究成果 那我想这个成果 当然要也归功于国网中心 提供这么好的高速电脑的平台 让我们有机会在上面验证 这个联邦学习的可行性 那做完了可行性之后 我们都能够交接下来 然后跟国立阳门大学 吴亦德老师的实验室的研究团队 我们做了很好的交接 换句话说 那初步的研究事实上有留下来 那我们也选了我们团队中优秀的学生 试着去架构在他的可学性评估之上 我们去看看我们能不能实际上去验证这个的可行 所以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我们实际上把资料分成两个方式去验证 一个是集中式的 集中式这么大的数量的资料 当然也是只有国网中心 能够让我们去验证集中式的人工智慧的验证 所以我们作为学生用的是3D ResNet Unit的一个Model 如右上角的所线 来做集中式的资料的演算 然后开发这个人工智慧模型 那我们事实上也在阳明大学的campus 在校园里面 借着NVIDIA CLARA这个平台 那我们把它分两个虚拟的医院 那我们run了十个EPOC 然后再去集中这个虚拟的医院 所演算出来的这些人工智慧的参数 那在国网中心 我们用的集中centralized learning 我们总共提供了这些数据 我们的training data是有1386个个案 包括722个脑末瘤 包括108个脑下垂体瘤 97个神经瘤 还有459个听神经瘤 那我们用了176个个案 来验证所训练出来的 人工智慧的模型 那这176个个案分别是97个脑末瘤 14个脑下垂体瘤 11个神经瘤 跟60个听神经瘤 这是我们把这个资料 放在国网中心的平台上面 训练所谓集中式的人工智慧模型 开发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在国网中心的集中式的模型 开发跟在阳明大学校园的联邦室的开发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的橘红色的bar 是我们用centralize 所用集中式所得到的成果 左边的蓝色是我们用联邦室的学习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两个的成果已经相当的接近 那这也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的环境里面 试着再去验证这个联邦学习的可行性的一个先期评估 所以接下去当然我们就要进入到真正的临床的情境 我们经过了可行性评估 我们经过了先期的研究 那我们接下去 从11月开始我们要进入真正的联邦学习 在医院之间的一个合作 那在这里我也借用了CIO Taiwan昨天的一个报导 事实上我在一个多月前应邀到他们的 研讨会里面去做演讲 去介绍联邦室学习 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工智慧 诊断模型的一个成效 有兴趣可以再去看看这个杂志上面的报导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已经真正的落实到 临床情境的一个实地的演练去集中各个医院的data的数据 所推论出来的这些参数 然后经过集中到这个aggregate之后 所产生的那个最后版的人工智慧的诊断模型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放射手术 不管你是用加码刀或是用射破刀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光子刀去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 它基本上都需要要求相当高品质的影像 那在北台湾事实上有四家医院都有在做这个 立体定位放射手术治疗脑部疾病的医疗服务 当然这包括台北荣种包括长庚 包括台大包括三种 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三家医院 有在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的医师们 一起来做联邦学习 一起来开发脑部疾病 脑瘤诊断的一些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接下去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下 那在什么条件之下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开发 这个联邦学习的人工智慧演算模型 我想第一个我们除了要有找到好的题目以外 这些合作的伙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互信 大家知道说我们彼此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第二个我们要有相同的兴趣 就是我们都是认为这个人工智慧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投入我们的研发的能量 一起来改善我们可能对临床上对病人提高服务的品质 那最后一个当然我说要有相同信仰 这里的信仰当然指的不是宗教的信仰 我们指的就是说我们要相信AI 我们相信联邦学习 我们相信AI 人工智慧确实可以对临床上面的应用 带来一些辅助帮忙的功能 那我们相信联邦学习 在它的环境的设定上面 资料不离开单位 但是我们经由人工智慧演算法的一些参数的集中 那我们可以在保护个资 然后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得到高品质 高性能的人工智慧演算法 而且不侵犯到个人资料的保护 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为未来的人工智慧在医学应用上面做的一些努力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那也谢谢这个史主任还有林副主任 在过去我们去国王中心做学习 跟报告的时候热忱的招待 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合作能够继续 永远不要中断 然后能够为台湾的人工智慧 带来一些更有意义的成果 来提升我们对病人的照顾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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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